带全家去北戴河六口人旅游 七天只花三千元 我们每年有带孩子看海的计划 这次是带上父母和我婆婆一起出行 我老公和我爸交替开车 带着孩子和我婆婆先走 我带我妈坐高铁 怕我妈路走的太多 我干脆推着个轮椅 由于订票晚了 只能无座 不过好在我妈有轮椅 两个人的票价往返324元 民宿是我在半个月前 在爱比营上订的 690元住6晚 我爸和我老公交替开车 从北京到北戴河 四个多小时就到达了 车的邮费来回加上去景点 也就400多 之所以我订民宿 是觉得性价比最高 而且呢带着老人孩子还可以做饭 我妈是属于节约型的人 怕旅游趋贵 说什么都在后备箱里 塞满了很多家里的菜 前水湾和海天一色的停车费 20元不限时 鸽子卧的门票 老人超过60岁15元 成人网上购票23元 孩子不到1米2不要钱 由于我们住在赤土山新村 这里的民宿距离 鸽子窝海天一色 10分钟的车程 附近有老虎石和潜水湾 沙土非常细腻 适合带孩子的赶海抽小虾 虽然收获不像自媒体 宣扬的赶海收获特多 但好在有点收获 给孩子开心一下就足够了 买菜到小区附近的早适 五花肉有9元和10元一斤的 还有各种海鲜干货 老板都主动让你品尝 基本烤一片30-35一斤 黄花鱼30一斤 蔬菜也不贵 西红柿5元4斤 小葱2元一把 新打捞上来的海鲜 又新鲜又便宜 海鲜10元3个 海螺18-28元一斤不等 螃蟹50-80元一斤不等 刚死的皮皮虾25元一斤 外货老板说 他们是凌晨打上来的 海鲜买回家直接蒸煮 比在饭店吃着实惠老人也不会心疼 由于出摊太早 你看这位摊主的小黄狗已经困得起不来了 可能您会说了 这么旅游是不是有点太拮据了 但我们父母这辈 他们感觉实在最重要 希望这个旅游攻略对大家有所帮助 后期我会揭秘那些赶海自媒体的真相 记得关注点赞加收藏哦